- 再往前就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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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咱们开始唄 - 开始吧 - 厅哥你好 - 火星球看了几个 - 好 - 因为你千山魔镜开好之后 - 都有分享了朋友圈 - 那你朋友圈中 - 什么样的人 - 跟你分享了一些美妆的体验呢 - 就是你的美妆圈的就是什么样的 - 就是比如说有那个 - 比如说达人老师啊 - 或者什么的 - 会分享的美妆的经验 - 我没有这样来划分 - 划分这个圈 - 嗯 - 但是平时在 - 可能聊天的时候呢 - 会有一些就是 - 这样的一些妆容上面的一些分享 - 嗯 - 所以你会提起她们的意见 - 去就是 - 来打造自己的一些新的妆容吗 - 呃 - 不一定每个都听 -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建议啊 - 有一些她们的一些看法 - 听听也不错 - 嗯 - 所以就是欧莱雅在加纳 - 给你打造的新款妆容 - 你觉得 - 这几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呢 - 呃 - 呃 -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 - 呃 - 就是 - 第一次去穿西凡系的那一套 - 嗯 - 你觉得哪一点是这样的喜欢的呢 - 呃 - 呃 - 无论是妆法 - 还是跟服装的这个 - 这个配合的 - 呃 - 融合度 - 这就是是我自己觉得最棒的 - 那因为听说你平时就是 - 以前可能喜欢裸妆 - 但是现在就是 - 你可能更多的 - 因为有巴黎尤莱雅的支持 - 你可能更多的尝试各种妆容 - 嗯 - 那你是怎么看待你 - 之前和你最后这种转变的呢 - 其实我还是会比较喜欢 - 就是在 - 尤其是在平时生活当中 - 或者是一些 - 呃 - 比较 - 呃 - 比较简单的一些活动上面 - 我还是更喜欢一些 - 比较自然 - 偏裸妆一点点的妆容 - 嗯 - 当然现在会 - 会经常有一些 - 比如说 - 呃 - 会晚宴啊 - 或者是 - 呃 - 像拍摄大片啊 - 这样子 - 所以会有一些不同的妆容 - 和一些尝试 - 有一些呢 - 也是我之前 - 就是 - 会比较 - 比较少 - 少触碰到的 - 呃 - 像这次的 - 时光周的上面 - 就是 - 这个烟熏 - 烟熏装的尝试 - 也是一个 - 一个新的尝试 - 也是一个 - 我觉得还不错 - 我OK - 嗯 - Sir - 你好 - 我是个历史上先锋的美容 - Banny 张敬 - 你好 - 我想问你的是 - 在你试用这个 - 牵装魔镜APP的时候 - 有没有一些什么 - 有趣的发现 - 或者一些什么 - 使用技巧 - 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的 - 我觉得它本身就很好玩 - 嗯 - 尤其是第一次 - 拿来手里的时候 - 会觉得很 - 很惊喜 - 嗯 - 因为 - 有一些妆容是 - 其实我平时没有 - 没有太尝试过的 - 比如说 - 这个红唇妆啊 - 嗯 - 因为我 - 我私底下是比较喜欢自然一点 - 那 - 可是 - 你会有一些 - 有一些 - 小心思 - 那 - 当你 - 自己的时候 - 你会 - 通过这样的一个 - 一个小软件 - 来玩一玩 - 所以 - 所以你会看到 - 有一些 - 不一样的自己 - 有的时候 - 是那个 - 睫毛很长的 - 有的时候 - 是妆容比较重的 - 都会有 - 嗯 - 有没有什么 - 就是使用过程中 - 有什么技巧吗 - 比如 - 你觉得 - 可能使用这个APP的时候 - 哪些角度 - 会 - 对上妆更有帮助 - 嗯 - 其实没有太多 - 技巧 - 因为它很容易 - 嗯 - 它也没有太多 - 什么对不准啊 - 之类的 - 都没有 - 嗯 - 如果稍微有点点偏差 - 你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- 一下就好了 - 它马上就可以 - 就跟着你的脸型 - 嗯 - 嗯 - 没有太 - 没有太多技巧 - 因为很容易 - 嗯 - 跟他有听到 - 你说就是平时你私底下 - 会裸妆比较多 - 嗯 - 那可能在裸妆里头 - 底妆方面 - 或者包括眼线 - 你没有什么心得 - 比如在秋冬的季节 - 应该就怎么样去进行 - 嗯 - 它的重点 - 我个人其实在很多欧莱雅的单品里面 - 我自己其实用了这么多 - 我个人最偏爱的其实还是眼线笔 - 嗯 - 还是那个眼线笔 - 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保持单眼皮 - 我不太想就是把眼睛为了大大的 - 然后可能那个睫毛会加的比较深一点点 - 它会变得很爽 - 眼睛很爽 - 但我不太喜欢 - 我喜欢还是保持本来眼皮的单眼皮 - 然后呢 - 加上这个眼线笔的帮助 - 然后可以让眼睛变得长长的 - 嗯 - 我喜欢那样的一个有个性的一种一种妆 - 嗯 - 谢谢 - 谢谢 - 我是杜士丽人到叶子 - 你好 - 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 - 因为其实你前面也说了嘛 - 平时大部分是我妆我唇的一个状态 - 因为秋冬很流行说 - 宝盒色比较高一点的 - 因为有唇装 - 如果要你选择一支这样的唇装的话 - 你会选择一支什么颜色的唇装? - 嗯 - 嗯 - 非要选择一个 - 这还蛮难的 - 因为 - 因为我可能 - 因为我可能 - 在私底下还是个人偏好的比较的重一点点 - 嗯 - 嗯 - 像我用的比较多的是六版 - 嗯 - 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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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偏什么颜色的? - 那个是偏裸装的 - 裸装的 - 裸装的吗? - 还是我会 - 比较偏好裸装 - 对 - 那就是 - 因为现在有了千装魔镜 - 到目前为止 - 到目前为止 - 有没有哪个妆容 - 你是没有试过的 - 但是非常想试试看的 - 像我刚刚说的那个 - 就是大红唇的装装 - 大红唇是吧 - 是我没有尝试过的 - 是吧 - 包括在一些杂志的封面的拍摄上也 - 也还没有尝试过 - 那如果只能选择一款彩妆品的话 - 你会选择哪一款? - 眼线笔 - 还是眼线笔吧 - 还是眼线笔吧 - 嗯 - 好 谢谢 - 谢谢 - 您好 - 我是月丽艺人分散的文章 - 很好 - 那我就接着 - 刚才她那个问题 - 就你刚才也提到过 - 说你自己很偏爱于这个眼线笔嘛 - 很好保持这个当眼皮的状态 - 那你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种技巧 - 可以跟您分享一下 - 嗯 - 您指哪方面的技巧? - 就是画眼线 - 嗯 - 特别的技巧? - 对 - 因为对于当眼皮的女生来讲 - 可能就是这个眼线的描画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- 嗯 - 就是您个人有没有一些比较 - 还好 - 我没有觉得有太难 - 嗯 - 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就是心得 - 就是因为我如果说画的比较往里的话 - 嗯 - 我特别容易晕装 - 我的就是下眼线 - 下眼皮的部分就会很容易花 - 嗯 - 所以我在画那个眼线的时候 - 往往不会画的那么的深 - 深 - 那么深 - 会可能稍微往上一点点 - 嗯 - 嗯 - 这个接下来蛮实用的 - 嗯 - 嗯 - 然后想再问问就是您现在对 - 现在目前的妆容 - 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- 嗯 - 嗯 - 嗯 - 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一种 - 比较健康的 - 比较自然的一种妆容 - 当然有的时候配合不一样的服装 - 嗯 - 嗯 - 我也喜欢一些比较酷的 - 像 - 嗯 - 把头发梳得很干净的 - 然后那个眉毛是很利落的那种 - 然后有一点点 - 嗯 - 有一点点烟熏 - 然后让 - 配上一些 - 嗯 - 小的皮夹克 - 会感觉非常的蓬克 - 嗯 - 嗯 - 刚才您说到说 - 你还没有尝试过蓬唇 - 对 - 为什么 - 就是 - 因为 - 因为它对于我来讲 - 应该就是一个 - 是一个妆容方面 - 应该比较 - 比较 - 相对来讲比较夸张一点点的 - 嗯 - 因为我 - 我尝试的一般都是比较冷色调的 - 多一点点 - 像这样的妆容还没有 - 就是这样的妆还没有尝试过 - 嗯 - 是个人喜好呢 - 还是您的造型 - 是可能给你的一个建议 - 嗯 - 个人喜好方面 - 也许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比较适合一些比较冷色调的 - 嗯 - 但是我还蛮喜欢看 - 就是 呃 - 中国的女性 - 呃 - 画一些就是 - 红唇的 - 有一些我觉得是 - 是蛮有味道的 - 嗯 - 谢谢 - 嗯 - 谢谢 - 没想过这个问题 - 嗯 - 嗯 - 应该是蛮有创意的一个工作 - 嗯 - 嗯 - 没有想过 -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会去挑战它里面的潮装 - 嗯 - 嗯 - 因为它有三个嘛 - 一个是红毯妆妆 - 一个是裸妆 - 一个是裸妆 - 一个是潮装 - 嗯 - 嗯 - 我想我会挑战潮装里面的一些 - 相对另类一点点的 - 嗯 - 嗯 - 今天在现场也就是 - 揭灭了一些2015年 - 接下来的巴里奥拉雅的迷行趋势 - 嗯 - 我看到有什么的那种裸粉啊 - 绿色蓝色 - 嗯 - 你有没有特别想尝试的其中的一些妆容 - 嗯 - 蓝色绿色 - 嗯 - 我估计不太会 - 我估计不太会 - 就像我说的 - 我可能还是会保持自己的一个 - 一个 - 一个风格 - 嗯 - 不太会 - 可能尝试这样的 - 嗯 - 应该更多的还是会 - 比较喜欢冷色调的一些 - 嗯 - 因为巴里奥拉雅也有很多美发的产品 - 嗯 - 因为我也知道 - 你可能对自己的发型也比较在意 - 嗯 - 你觉得如果说 - 再出一款 - 百变头发的APP怎么样 - 哦 - 我今天刚刚说过这个话题 - 嗯 - 因为 - 有的时候也希望说 - 短发可以多变 - 嗯 - 那如果说它有 - 出了一个这个 - 妆容方面方面的一个变化的 - 然后再有一个 - 再有一个头发方面的 - 我觉得就更棒了 - 那你会不会申请 - 去做里面的头发的设计师 - 我觉得不错呀 - 我对头发 - 就不同的发型也蛮有兴趣的 - 嗯 - 谢谢 - 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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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- 一个问题是 - 就是从你初到到现在 - 实际上 - 虽然大体上来说风格 - 可能一直比较是统一的 - 但是 - 每一次你的 - 比如说新专辑的这个风验呀 - 或者是你可能某一个场合出场 - 可能每一次会有一些新的突破 - 那从初到到现在 - 你自己印象最深的一次 - 可能形象上 - 妆容也好呀 - 还是形象上也好呀 - 就突破比较大的 - 然后你自己还觉得蛮成功的 - 是哪一次呢 - 突破比较大的 - 就让你印象挺深的 - 我印象最深的 - 反而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 - 因为我现在尝试一些不同的妆容啊 - 或者是发型啊 - 或者是一些装扮啊 - 会比较的平常 - 尤其是在拍摄一些大片的时候 - 变来变去都好像比较平常 - 但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呢 - 因为我那时候发型比较的蓬松 - 比较蓬松 - 然后突然有一天 - 也是在上海出席活动我记得 - 然后那天那个发型师 - 是一个新的发型师 - 然后他很希望可以帮我尝试一个 - 超级干净服贴的一个 - 比较超模范的一个 - 一个妆容和一个发型 - 是烟熏妆 - 我记得非常清楚 - 然后那天 - 我做了很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 - 一个书导 - 心理建设 - 对对对对 - 心理建设 - 然后才出的门 - 我那一次印象是蛮深刻的 - 那个发型是什么样的吗 - 是不是 - 就是一个用了很多的折离 - 我记得用了很多的折离 - 然后就是一个大油头 - 然后就很贴很贴 - 现在在做这样的发型 - 我一点都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- 或者不能接受 - 但是在那个时候 - 就第一次做的时候 - 会觉得要说服自己很久 - 持足还比较 - 对对对 - 好谢谢 - 是一次颁奖吧 - 是不是颁奖 - 我记得了 - 但是绝对是在上海 - 我记得了 - 我记得了 - 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 - 现在如果让你用一句话 - 来向所有喜欢你的朋友 - 来推荐这个千装魔镜APT - 你会怎么来说 - 用一句话来推荐 - 一句都拥有 - 好谢谢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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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- 谢谢 - 谢谢 - 好 -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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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谢谢